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动画有罪然机甲动画的美誉 我还一直期待着最近的新模型 罗善妍娜 天原图播手游 在10月26日正式上线 还还原动画的剧情 超然的原作大招 更厉害的是 这次还找来了原版声游班底 角色扮演Rocalite的玩法 点击下方链接即可预约报名 现在预约 就送超级稀有的五星颜面 预约很简单 只要打开预约页 点击立即预约 选择正确系统 然后选择你的区域 输入手机号 完成后点击预约密传 之后再确认你的报名信息 点击确认后 那就报名成功了 除了报名之外 你还能查看预约奖励和进度 还有这么好玩 这么热血的游戏 不可能就自己玩吧 赶快邀请你的好朋友 一起加入战团 一起赢取奖励享受游戏 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钻头 突破天气吧 霍金斯在海贼王前期 都是没什么存在感的角色 感觉就是诡异神秘的角色 每次出现不是秒贵 就是秒贵 搞得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绣花枕头 不知道怎么入选超清新十亿人自裂的 物是主人形 霍金斯的果实能力和他本人一样奇特 叫人摸不着头脑 稻草果实 听名字感觉就很普通 客实战效果是相当出色的 虽说他一颗侧重防御的果实 但在攻击方面的表现也很强烈 霍金斯可以利用果实能力 召唤出巨大的稻草人 操纵稻草人进行战斗 那可是能和鼠龙较量的稻草人啊 尽管这个稻草人很厉害 也省去了霍金斯亲自出手的麻烦 但他省不了霍金斯的伤 巨型稻草人受的伤害都会同步反应到霍金斯身上 所以说容易到看中稻草人脑袋的时候 霍金斯头上也莫名出现了斩击 不过也不用替他担心 毕竟我们说了稻草果实 最大的卖点是他的防御性 那是堪称完美的防御能力 通过伤害转移达到无伤的效果 霍金斯的体内最多可以计数十个稻草人 这些稻草人可不简单 他们代表的是其他人的生命 当霍金斯受到伤害后 他就可以通过稻草人将伤害转移到别人身上 哪怕是致命伤 也不能在他身上留下一时三痕 最多是多了只受损的稻草人 和一个倒霉的部下 也就是说在他替身充足的情况下 霍金斯等同于拥有了额外的十条命 这个原理确实很损人利己 但也是真的很好用啦 特别是在霍金斯本身实力还不弱的情况下 想杀一次就很费劲啦 更不要说杀死一次啦 差不多水平的对手中 他绝对是让人头疼的那一个 在我看来防御分两种 一种是比较常规的 能承受住攻击伤害 另一种让人打不着碰不到 其实也算是防御啊 就像麦哲伦的毒毒果实 麦哲伦的身体任何部位都能产生毒液 连石头都能融化的剧毒 更不要说普通人类啦 碰到他 轻着精神麻痹产生痛处 重着命上当场 那毒液就是一道绝对屏障 只要用毒包裹全身 站在那儿就足够令人忌惮啦 再加上麦哲伦的汉意唾液 无处的气体也全都有毒的 已经毒到连他自己都不能序免的程度 其他人见到日常状态麦哲伦 都恨不得有多远躲多远 更不要说去招惹他啦 战斗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啦 真有那种特别满的啊 什么下场我们也是见识过的 若非那样的愣同情 拼着不要命也要和麦哲伦打 可是从碰到麦哲伦的那瞬间开始 不管他能不能移下那场对战 都是死定了的结局 打中一拳的代价是一条命 实在不划算 更不划算的是黑胡子海贼团 采钢见面就被毒液笼罩啦 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他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麦哲伦毒的克星 拉拉果实制造出来的蜡 就是能抵挡毒液攻击 我想最完美的防御 应该是他的独自聚兵 连Mr.Tree的蜡都护不住啦 如飞带着烙护具打中全身包裹红色毒液的麦哲伦后 不大没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沾染了毒液 差点把自己搭进去 这是麦哲伦最厉害的毒 任何物质和他接触后 都会开始被侵蚀蔓延直到死亡 说过之处寸吵不生 果然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 熊的果实能力和他本人一样 看起来很可爱 实际很凶残 利用肉球果实制造出来的那些气泡的外形 都是很卡哇伊的猫咪展印 像吹出来的肥皂炮一样 可是在这可爱的背后却暗藏杀机 因为这些泡泡都极具杀伤力 肉球果实能力者 是能够用双手将一切的能量 或者实体弹开 属于攻防双高的能力 鉴于之前很详细介绍过此能力 所以让我们把目光专注在防御力这个方面 刚刚所说的一切能量 就包括疲倦 痛苦 伤害 各种攻击波 所以当熊受到攻击时 他能通过拍这个动作弹走对手的斬机 火焰攻击 让他去到其他地方 如果要选择近身攻击 熊甚至可以直接把人拍飞 连他衣服脚都碰不到 或者反击到行尸 他可以通过拍飞自己进行瞬移闪避 让对手攻击不到他 而且即使遇到实力相当 甚至更强一些的对手 熊也绝对是战上风的那个 熊的果实能力可以帮他进行自我治疗 将那些受的伤 击斩的疲劳通通弹出体内 变成毛咪长印的气泡 就像他对罗费做的那样 弹出去后直接就满血复活啦 也就是说跟熊打 就等于跟一弹勇动机打 伤了累了就给自己弹一弹 只要不能秒杀熊 熊就能磨死对手 我们经常会因为他运气太好 而忽略他的实力水平 其实细就起来 巴基的十分五裂果实也很厉害的 别的不说 就防御力这一块绝对是佼佼者 不然他是如何凭借三角猫的功夫 就有惊无险地活了这么久 还混成了一方霸主 十分五裂果实能够让巴基随意拆分 重组自己的身体 他自己就能做出罗手术果实才做出的效果 论身体灵活程度 就说几个比得上他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巴基来说 他可以无视一切刀剑攻击 哪怕附带着武装色霸气对他也没用 强如世界第一剑好的鹰眼又如何 还不是拿巴基没有办法刷刷刷几刀下去 人确实长得细碎 但瞬间他又重组了 仿佛一切都没发生一样 鹰眼自己都有点傻眼了 这样看说不定巴基还真的能和猴发较量较量 虽然得到事件发生时 巴基没有在岛上 但是凭借他的能力 完全不用惧怕鸟龙 任他收缩 切掉巴基的身体 他又能活蹦乱跳了 巴基的能力除了百分百免一斩击 面对其他类型的攻击 也可以尽量降低伤害 一发现情况不对 就让自己的身体 急速分裂进行闪避 半径200米内 都是他可躲避的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果实能力 巴基并没有太深入的开发 现在都是一些很基础的运用 试想一下 如果他可能花功夫多研究 研究果实能力 争取把自己分裂到 嗯 不说原始级别吧 就消耀扑腹那种程度 也足够对手抓狂了 初见卡棚贝基时 感觉他体内像有一座武器库 只是站在那 就不断有炮弹啊 骑兵冲出来 还有人站到了他的眼睛中 除了奇怪 我想不出第二个形容词 可制打路飞他们去了蛋糕岛 和贝基联手后 每次见到这个黑帮大佬 都是满满的安全感 甚至一度想让他加入草帽团 毕竟面对大妈的攻击 伤害都给他一个人承受了 而且城堡的居住环境实在令人满意 完美工具人 坚层果实可以把能力者身体内部 变成一座城堡 拥有了他 就是拥有了一座移动城堡 能把所有的东西 人或物都可以放进他的体内 连他自己也能放进去 身体就好像哆啦A梦的口袋 甚至还要更好 跟着飞机不用担心没地方住 也不用担心没有食物吃 任何时候都能像在家里一样舒适惬意 进入城堡的所有东西都会缩小到非常迷你的尺寸 贝基的海贼团就安置在他体内的城堡中 需要战斗时直接在体内排兵布阵 你们以为你们包围了我 实际是我包围了你们 任何东西离开贝基的能力范围 就会恢复到正常大小 当初在巷坡地群岛见到的奇观 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不光是便利啊 这能力还攻守兼备 主要是防御性强 完整尺寸的大头目 堪称铜墙铁壁 贝基直接变身城堡本堡 完全不惧怕炮火轰击 哪怕是变茫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也能扛得住 就是扛得有点辛苦 因为城堡受到的伤害 全都会反映到贝基身上 如果城堡被毁 贝基也就没了 可对于待在城堡内的其他人 不管外面的城堡遭到多大的破坏 他们都不会有半点影响 只要贝基还活着 任何人都拿他们没办法 这让我想到一句话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克利贾的饼干果实 是可以通过消耗体力制造饼干 而饼干在他的操纵下 能够组成饼干士兵 不要一听视饼干就小瞧他 这可不是你平时下午茶吃的苏打饼 克利贾制造的饼干硬度 虽然比不过巴托洛比奥的屏障 可挡住二挡三挡的鲁飞不成问题 就算加了武装射罢器 也无法击穿饼干盾牌 鲁飞必须进入市党 才算是能一锤锤碎一个饼干士兵 可怕的是碎了还不是结束 因为它们会恢复 像陷入时循环没完没了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还有更麻烦的是 克利贾的饼干士兵并不止有那一个 因为饼干的数量是和克利贾的体力息息相关 也就是说只有克利贾的体力足够 饼干就可以源源不断制造 现在他能制造的饼干上限是多少 我们不清楚 反正称使饼飞应该不成问题 第一次看饼飞吃东西会那么痛苦 饼干士兵的数量会随着克利贾的拍手越来越多 而且所有的士兵都会按照他的命令自由行动 这一人即军队啊 克利贾只需要待在后方滚坐钓鱼台 就能收获胜利的果实 被饼干军团包围真的有种寸步难行的感觉 刚看到胜利的曙光 就不知道从哪串出一个士兵偷袭 这大概就叫做应接不暇吧 等走到克利贾面前时 估计体力也都耗光了 虽然没机会看到乌尔基和克利贾的对战 但看看卢飞狼被应对的样子 也能猜到他是如何被耗死了 像战国这种已经站在海军顶点的男人 一般是不轻易出手的 但凡出手就是碾压对手 看起来文质彬彬 果实能力展现出来 却相当霸气雄伟 他的人人果实大佛形态 是一种极具威力的形态 拥有很强的杀伤力 他可以让战国化身一座巨大的金身佛像 比拟众生 散发出阵阵圣光 那种状态不光是防御力了 就连攻击力都直线上升 战国第一次展示他的能力 是在巡行台 看着卢飞给艾斯开锁 他可能终于意识到自己得阻止一下了 瞬间变身大火形态 卢飞都用出三挡巨人气球了 一般的攻击可能也就尼如入海了 可是战国这一场下去 卢飞直接被打出血了 紧接着第二次 就是黑胡子口出狂言 想要继承马尼凡多 战国又出手了 真的是佛都有火啊 黑胡子在经过战国的冲击波的起理后 发动了振振果实能力 战国用冲击波正面介绍的这一期 连阵阵果实都能扛住 丝毫无伤 不得不说这大佛形态的防御力 确实是高啊 其实在想到今天的这个选题时 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巴涂洛米奥 他的屏障果实 简直就是防护神奇 能够制造出绝对防御的透明屏障 屏障果实能力发动时 需要双手做出中指与食指相互交叠的手势 保持不变 这样就能在自己所处的区域 展开一层透明的防护屏障 能够保护巴涂洛米奥 不受任何外地攻击 火烧 水焦 刀劈 俯砍 炸弹 轰炸都无所谓 并且形状造型都可以根据他的想法随意改变 在物理攻击方面 估计没有人能破开这个屏障 像当初果实能力还在缠完手里时 玉田那么厉害都劈不开他 凭着这份超强的防御力 巴涂洛米奥可以说 是在得到战争中大放异彩 面对号称能一拳打穿要塞的王者之拳 他的屏障保护着他吻势不动 甚至国王还反过来 被他的屏障推下了水 多少人都束手无策的鸟笼 偏偏切不开这层屏障 龙梅尔的连诱 这法多凶茬啊 可是面对被屏障保护着的巴涂洛米奥 他毫无下手的机会 那么多剑屁下去 屏障连到划痕都没有 庆典是古拉乌迪士的最强招式之一 会让对手体会到爆炸和冲击的双重伤害 但屏障是个例外 他稳如磐石 就算使用庆典加强版 带在里面的人 也不会受到丝毫波及 都知道兽力面积越小 压力越大 所以钉子之类的东西 很容易穿过物体 爆破法式是把头发一样的毒针 高速发射出 贯穿途径的一切障碍物 他穿过了巴涂洛米奥的身体 却在屏障前停下了脚步 不过我在想 假如巴涂洛米奥和草帽团是对手 那遇到罗宾 他的屏障不就如同虚设了吗 果然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破 还好他们是有军 白狐子海贼团的三番队 队长乔典 出场少之又少 不过就那么几个场面 就已经很吸引人眼球了 没办法 谁让他实力那么强悍无批呢 闪亮古石 可以让他把身体任一部位 变成纯净的钻石 钻石嘛 大家应该也清楚 少有能在印度上比得过他的 所以钻石化的乔典 拥有世上最坚定的状态 一般的目的攻击对他基本没有什么用 可以算得上是防御无敌 也因此有了金刚之盾的称号 顶上战争开局时 乔典除了班长脸 全身基本都被钻石覆盖 只剩一人挡住了鹰眼的斩击 不同于8机被动闪 必防御 乔典是正面鹰刚激住了 且毫发不顺 那一机开威力不说有十分力 也得有八分啦 不愧是最强防御 既然没有人能破坏他 也就代表着钻石乔典 能够破坏一切硬度不如他的存在 所以他一个加速冲击 就能让老沙吐血升空 也能撞睡冰冻状态下的轻质 还是看起来受了伤的样子 说到这 我好像突然明白 为何要给他安排分心被冰封的情节啦 乔典速度快 防御力高 整场战争下来救了多少次场 如果他没被冰封 是不是就会帮艾斯挡下四拳啦 我觉得闪亮果实对上岩浇 也是不慌不让的 在结束了和黑雾子的两段之后 乔典和其他队长一样失去了下路 但我一点都不担心他的情况 防御力强如乔典 想领便当都难啦 马克的不识鸟形态 从一亮相就相当的惊艳 不光是因为帅 更重要的是不识鸟的能力摆在娜娜 让小马哥拥有了超强的再生能力 就像名字的寓意那样 不管受到何种攻击 都能御火重生 包裹着马尔科的蓝色火焰叫复活轻焰 它不像普通的火焰 可以烧毁别的物体 只具备疗愈的效果 也正因为它的特殊性 所以马尔科才能轻松压制了普罗米修斯 在马尔科受到伤害后 复活轻焰能够修复伤口 让攻击无效化 就算被刀剑捅成筛子 在轻焰的作用下 也看不出任何痕迹 而且它也能给其他人进行治疗 提高伤口愈合的速度 用了这样的队友 整个团队的防御值都被提高了 当黄元企图攻击白虎子时 马尔科化身轻焰盾牌 挡住了八尺球过欲 并且没有留下任何伤口 这就是果实能力在其作用 还有它能正面抗衡刺拳的岩浆 而毫发无伤 也是复活轻焰给它的底气 甚至奎因在看到它自己的连续射击 无法对马尔科造成任何伤害后 还产生了马尔科能力无敌的错觉 不失量心态肯定不是无敌的 它的再生能力也是有限度的 至于限度在哪不好说 反正小马哥除了黑虎子 不管和谁打都能误误开 而且就算离不了 它也试不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和战斗里一样 其实我们都明白 不管多完美的防御 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破绽 那些因此放松警惕 战战窒息的人 全都吃了大苦头 嗯 就突然想到了这么一句话 算是与军功勉吧 好了本期内容到这边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分享点赞 让演说法知道我是有在工作的 我是莫小嘉 我们下期见